哈喽亲爱的伙伴们 今天是陪伴大家一起练声的第七天 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天 那么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帕音 帕音是声乐技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曲 那么帕音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歌声 不断地提高对音域的掌握 同时还增强对音准 音色以及呼吸的控制和流动性 能够让我们从低音到高音 再回到低音的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加强我们的通道打开的过程中 细细的保持及流动性 它是一个非常有效帮助我们提高声乐技能的 因为在帕音的练习过程中 我们有联音的帕音 也有断音的帕音 帮助我们熟悉不同的音乐型的结构 同时帕音的练习要求我们的位置不变 不管是从低音唱到高音 又回到低音我们的位置不能变 帮助我们打开这个通道 让气流非常自如地贯穿在我们整个的通道中 好我们今天唱的一组 帕音练习呢是 我们词呢是意大利语 bella signora 是什么意思呢 bella呢是nice 是很善良 beautiful的意思 是美丽 signora呢是女士 lady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是 bella signora 首先面罩口腔打开 那么我们的根基不变 那么我们通过这七天的练习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吸气到丹田之后 建立支撑点 小腹的核心肌肉呢 要engage your core 稍微有个力度 要保持不变 让这个力度一直保持 然后我们的肩膀放松 上身放松 那么口腔和 这个面罩打开 好在唱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唱成往上走 do mi so do so mi do 不要去构音 而是一个平面 打开它越唱越大 好像呢你在吹气球 是这种感觉啊 我就比如 比如呢 这是气球 我们唱的时候是 Bella Signora 好 我们一起来 Bella Signora 一个平面越唱越大 一个平面越唱越大 Bella Signora 打开你的面罩和口腔 西西西往下走 Bella Signora 西西沉下去 然后打开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Bella Sign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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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总结一下 好 总结一下 我们在唱潘音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声音是一个平面 这样的话呢 你的声音从低到高呢 都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唱的时候呢 要越唱越大 不要越唱越高 当你越唱越高的时候呢 声音是这样 好 Bella Signora 这样呢 很容易气息 开始不断地往上提升 同时呢 你脖子这一块的肌肉群呢 也开始往前推 往上推 这样呢 你的歌声就会很紧 反而帮助不了你唱高音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是越唱越大 在一个平面里 这样的话呢 你唱高音的时候呢 就无所畏惧 因为我们不管是低 还是高 我们都是一个平面 好 在练习 今天的练习曲的时候呢 你有什么问题 请随时在评论区下留言 我会及时地回应 我呢 有一对一的课程 也有小班的课程 小班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十人左右 因为在声乐的教程过程中呢 我们一定要听到你的声音 才知道是什么问题 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同时呢 我们也会帮你 听到你的声音 可以帮你选择曲目 让你更好的发挥你自己的优势 同时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曲目 也可以帮你打磨 那么请私信我 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 练习对你有帮助呢 请点赞 收藏 关注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一路的支持 将鼓励我继续更新视频 让我们一起快乐轻松的唱好歌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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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